美国总统卡特,一位公认的好人,一位真心信奉美式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民主人士,在卡特总统任内,他促成了埃义和解,签署了归还巴拿马运河的协议,同时也促成了中美建交和智力实现在民主化,卡特是一位英雄,甚至是伟人。 但是对于美国人而言,卡特认为的经济和外交都是一塌糊涂,是卡特让美国的势力范围迎来了冷战以来的最低点。 所以卡特下台了,而卡特的继任者是一位名叫里根的前演员,但是就是这位前演员用他的星球大战亲手葬送了苏联。 里根上台与美苏冷战最为激烈的十年中,而且这一阶段也是冷战中苏公没手的一个时间段。 当时的美国一度打算放弃和苏联继续冷战,可以说当时整个美国都充满了悲观的氛围。 里根这个时候上台,的确是担负了巨大的责任。 当时的世界是非常危险,自从世界上几个大国掌握了核武器与导弹技术之后,美国内被两个大洋隔开的本土也变得不再安全。 毕竟在核武器面前,就大陆和新大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确定了确认摧毁战略和大规模报复战略。 简单来说,就是当美国遭受大规模和打击之后,美国剩余的核武器和导弹,同样也能够确保摧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敌对国家。 在美国提出这样的战略之后,苏联很快也提出了类似的计划。 美苏双方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陷入了核武器无需扩张的恶性循环。 但是讽刺的是,这反倒让世界维持了脆弱的和平,毕竟谁都不想死。 但是随着苏联实力的愈发强劲,这也使得美国在核武器领域对苏联的优势也在被渐渐拉平,甚至被反向超越。 这也使得原本的计划不再符合时代,里根上台后的头一年,美国国内提出了高边疆的战略,也就是利用美国在空间领域的优势,确保苏联的核武器不会真的被打击到美国的地面。 这也意味着美国从确保摧毁战略,彻底转向为确保生存战略。 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在面向全美的电视讲话中表示, 美国必须保证任何导弹在到达我们的领土或者我们盟友的领土之前就将其摧毁。 简而言之,里根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太空防御计划。 随后,美国军方和各部门公布了各种天马行空的武器计划, 例如定向能武器、激光武器、粒子树武器、天机化学武器、X射线激光器等等等等。 这些鬼东西,知道今天美国依然没有完成,而依照当时的技术,想要完成更是根本不可能。 但是苏联人并不知道,事实上,里根就是希望通过这一套天马行空的想象来蒙骗苏联人, 让苏联人陷入无尽的人力与物力消耗之中。 因为当美国进行类似的计划时,苏联必须进行对等的计划,这就是冷战式的军备竞赛,无人能够置身事外。 但是美国相比苏联,却有着较强的经济优势。 当时美苏两国的整体格局就是,苏联有军事优势,但是美国占据经济优势。 对于美国而言,他们能够拿上千亿美元消耗在毫无希望的星球大战计划中,但是苏联做不到, 所以苏联一定会被各种太空武器项目拖垮。 而在大洋彼岸,受到星球大战影响的国家从来都不仅仅只有苏联。 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同志收到了一份建议书,上面赫然写着,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观察到了美国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 也就是星球大战计划,以及其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 并认为我国也应当采取适当的对策。 当时全世界都因为星球大战计划的提出,而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应。 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提出了对等计划科学进步综合纲领, 欧共体签署了尤里卡计划和技术欧洲, 日本也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的基本策略, 甚至就连印度,南茨拉夫和韩国都提出了相应的科学发展计划。 可以说在1985年,只有我国落后了一步。 同年,我国召开了国防科技会议, 重点讨论要不要展开我们的星球大战计划。 当时我国科学领域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歧非常严重, 有些科学家认为我们也应该搞高科技高概念。 理由也很明确, 因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谁能够抓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 谁就能够在国际竞争中把握住绝对优势。 另一方同样也是针锋相对, 他们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根本就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实力。 美国的一个阿波罗计划花了250亿美元, 等于中国一整年的财政收入。 与其发展高科技高概念, 不如脚踏实地地发展一些见效快的短期项目。 等到美国真的搞出来那些高概念的科技之后, 中国再利用美国的成果。 由于当时科学界的冲突, 以至于最后都很难讨论出一个结果。 于是, 这也就有了科学家们联名尚书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看过后深以为然, 高科技一定是要搞的, 但是中国不能搞那些天马行空的高科技, 中国的高科技还是要以实用性、 可行性为主。 最终我国选定了七个领域的15个项目, 七个领域分别是生物、航天、信息、 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材料学。 在计划执行前, 邓小平同志专门提出了发展高科技要军民结合, 但是以民为主。 也就是说中国的星球大战计划, 主要发展的是实用价值较高的民用科技, 这也是中国的科技计划 与世界整体氛围上最大的不同, 中国没有被带进沟里, 这个计划名叫863计划, 可能即便说到这里, 很多人对863计划到底搞了个啥还是不清楚。 事实上, 863计划的成果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我们在电影院看到的3D电影, 我们在手机中查看到的连续一个月的天气预报, 我们的汽车导航, 我们的互联网购票, 这些小细节其实全部都是863计划的成果。 在美苏陷入军备竞赛的时候, 中国将民用科技玩到了极致, 直到今天, 很多在西方国家做不到的便捷, 在我们中国都能够做到。 而在90年代, 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也宣布终止注定没有结果的星球大战计划, 但是星球大战的终结, 并不意味着美国真的放弃了继续护有中国, 事实上星球大战的阴魂, 始终都没有真正的消散。 在中美于21世纪, 逐渐陷入全面竞争之后, 美国也将与中国的关系, 是作为新时代的新冷战。 而在中国逐渐失控的时候, 美国国内又再一次重提星球大战。 2019年, 特朗普提出了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这是9年来美国首次发布类似的报告, 而这份报告与数十年前里根的电视讲话, 几乎如出一辙, 同样玩的是高概念, 同样防御的是高边疆, 同样将太空武器和太空防御的重要性,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维度。 在美国国内, 这份报告被称为星球大战的2.0版本, 特朗普公开表示, 我们的目的非常简单, 就是确保美国能够在任何时候, 消灭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飞向美国的任何导弹。 如果我们将太空视为一个新的战争领域, 那么美国太空军将会一马当先。 毫无疑问, 美国尝试再一次将中国也拉上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 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肯定已经远强于当时的苏联, 但是与美国相比, 中国在经济上和科技上依然还有着一定的差距。 而美国新的星球大战计划, 所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 俄罗斯甚至都是刺咬的。 但是如今与冷战最大的不同点在于, 当时美国的太空科技是要权强于苏联的。 但是在这么多年的荒废之下, 美国在太空领域的推补已经非常明显, 中国反倒在太空领域中占据优势。 这也意味着, 同样的问题中国并不会轻易被美国忽悠, 因为我们远比美国人更清楚这些项目的可行性。 中国一直都非常清楚, 闷头搞好我们国家自己的经济, 以整体国力的增强才是对美国最好的回击。 盲目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肯定是不可取的。 如今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逐步赶超美国, 但是我们从未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 我们已经探索出了可行的道路。 美国想要忽悠中国, 省省吧。